欢迎来到我的后院 今天我们要面对一个新的僵尸 矿工僵尸 矿工僵尸可以从土地里面遁进去 然后从我们的最左侧对我们发起攻击 它的天敌就是双头发射器 因为双头发射器可以向两侧同时发起攻击 OK 因为是夜晚 所以我们需要熔炉小型发射器 这关的水上好像没什么特别的 来个水生 水生的想法器 然后我们还需要一个营石 双头发射器 这关没有气球僵尸 所以不需要活塞类的 然后我们再来一个黑钥匙 水上需要一组睡帘 再加一个TNT 开始摇滚 好 首先我们来放小型发射器和中路 来继续 来继续小型发射器 来水上小型发射器 继续小型发射器 来继续小型 最下面出现了第一只普通僵尸 熔炉才中了四个 太慢了 来继续 这放一个营石 水生发射器继续 来我们在这补一个黑钥匙 来挡住咱们的这个营石 营石是很脆弱的 非常容易被啃掉 继续 好 我们现在已经几乎照亮了 我们整个乌之湖的所有角落 接下来我们要尽快的来补我们的熔炉 因为红石的速度太慢了 来继续 再来个黑钥匙 上面一个僵尸竟然啃了我们一个小型发射器 来熔炉继续 我们来水上也种几个睡帘 加熔炉吧 太慢了这个速度 给我搞了个礼盒 解谜模式解锁 可从主菜单进入该模式 好的 又有种新玩法了 应该是 来继续来补充小型发射器 看这个出现了一个矿工僵尸 看到没有 这个时候什么最好用 就是这个双头反射器 等它伸出脑袋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反向攻击它 它反过来之后会有一段眩晕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 它是行动速度很慢 但是它还是会啃掉最左侧的植物 所以其实最保险的玩法 就是最左侧再放一排的黑钥匙 但是咱们这个前期产生前的速度 没有那么的快呀 这个有点矛盾是不是 没关系啊 这关的难度应该不算很大 就这么扛着吧 来水上我们继续放熔炉 因为它是不可能从水上钻过去的 水上出现了一个普通僵尸 水上僵尸只要不太强 我们就比较容易来干掉它们 这个应该就是最后一波了 我们来看看这次有什么斜门的僵尸 首先地上又钻出了一个矿工僵尸 然后就是一大堆的僵尸 在这炸一下 没炸着几个 这个水上这次 一下出来这么多 所以我们在水上得补一下 这儿赶紧装双头发射器 管它是什么呢 正反了一起来怼吧 一共有三只普通僵尸 现在 管它什么呢 就往上怼 现在是两只 我们现在有一个双头发射器来对付它 应该是问题不大的 把这个挖了 换一个 这样应该能加快一些速度 这个举骑僵尸竟然是最后一个被打掉的 你敢想吗 好 分分钟搞定 得到全新的植物卡片 信标 可以向五个方向发射下界之星 这其实相当于星星果 好 啊